就是很高兴大家今天晚上能来去听独立开发者这个话题 其实在过去的这么一两年里 独立开发者呢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 因为作为开发者呢我们其实身边会有非常多的消息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说某个大船员工的猝死了 或者是谁谁谁35岁这个被裁掉了等等这一系列信息 让我们开始去思考说我们还有没有第二出路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都会第一反应是觉得说 独立开发者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对吧 之前好像听谁也大致说过说好像有独立开发者这么一回事 但具体要去怎么做之类的可能也没什么想法 所以呢对吧到具体落实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坑 包括其实我昨天还在我的公众号上面去推了一篇 就是关于独立开发者会踩的一些坑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独立开发者这个事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 而且它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长的周期来去做准备的一件事 所以呢今天呢也算是跟大家去聊一下整体的这个心路历程 然后让大家对于说这个事的漫长的周期有一个心理预期 然后呢如果你希望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去达到说 我成为独立开发者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或者说是目的也好 然后呢你可以在现在就开始去做准备 然后呢直到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对吧你达到了你的这个目的 然后成为了一个独立开发者 好那今天的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分享些简单的经验 然后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里面的有一些可能一些长时间的错误之类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首先呢肯定是先简单聊一下我嘛对吧 大家来听的话肯定是还是要基本的对我有一个简单的熟悉 那如果你对我比较好奇呢 其实啊你可以知道对吧我的名字是白昏城 然后你也可以在各种搜索引擎搜我的名字 那你大概率呢都会搜到很多和我相关的一些文章 因为我这个名字还算比较好就是大概率你在互联网很难找到第二个 那你如果搜到这个名字搜的大概率来说呢这些内容都是和我和我自己强相关的内容 那当然我自己其实除了独立开发者的身份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比如说那我也是links中国技术社区的技术负责人会去负责一些啊技术上的一些功能的实现呀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啊特定的东西需要一些技术支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就会出来对吧 我要去扛技术大旗帮大家把这些技术的问题给解决让大家可以更加无忧的去做内容的创作 以及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开发者生态顾问对吧 毕竟是开发者对而且在这个不管是开源领域啊还是这种应用开发领域呢其实待了很多年 那对于很多的企业他们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些和开发者相关的事情 那我毕竟能够给出一些开发者的视角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能够帮助他们去更好去做他们自己的开发者生态的建设 此外呢对吧也是一个技术专家我写代码呢时间很长 你可以搜索我自己名字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可以搜到有一个我的个人简史 里面大致你会知道我从哪一年开始写代码然后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然后之前呢也在大厂待过对吧 也是很多开源项目的这个作者或者管理者总的来说呢 其实我过去做了很多事情也正是我过去做的这么多事情对吧 让我自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独立开发者 当然刚才有一个title忘了说就是我自己还是阿里云的MVP对吧 那这个MVP呢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啊不同的事情 当然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稍后具体再去说 那做完一个简单的基本自我介绍对吧 那我们回到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也是我今天在内容里面放的就是说 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开发者的一个不同 因为其实很多人 他们觉得独立开发者就是什么就是对吧 你可以不用企业去做班了 然后你可以全世界到处出去玩啊各方面的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说这个不是独立开发者最核心的特性 他其实更多是说这样的一种过的状态 那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开发者其实都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去细分可能说对于大家来说二者并不一定每一条路都适合你 那首先我们先来去看一下说他们的不同点到底在哪 那这里呢我选了三个不同的点为例子 第一个是企业职工对吧 那其实可能也是现在大家绝大多数的点 就是觉得大家绝大多数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是作为一个企业职工而存在 那作为一个企业职工呢对吧你会有一个明确的雇主 你的老板是一个很明确的人对吧 你可能比如说啊今年我到这家公司工作 那我的老板是谁对吧是公司法人也好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 但总的来说你是有一个明确的人 然后你和他会签立一个劳动合同对吧 我们大家作为这个职工的你有一个劳动合同 然后这个劳动合同呢约定了你们的工作期限 在这个期限内你就要为他去做工作 那这个呢是企业职工的一个很大的特性 对吧其次呢是什么是你不需要关注盈亏问题 对吧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 虽然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如果是一个好的员工 我应该去关注一下企业的盈亏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但不意味着说你自己再去说 就是你不太需要去关注企业的利润 就是企业赚钱了可能和你没什么关系 企业不赚钱的可能和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无论说你赚钱或不赚钱 企业都会把你现象的工资支付给你 对吧今年公司赚钱了 那老板说好 那我把这部分钱拿回自己口袋里了 结果今年公司没赚钱 他说好那我去借点钱 有矮牙把兄弟们的工资给大家先发了 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企业职工的一个很典型特点 就是说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你是一个汉老宝收的一个角色 他不会说像独立开发者也好 还是自由职业者也好 就是他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盈亏问题的需要去关注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点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企业来会帮你去处理所有的上下游关系 因为这一点呢 其实大家会会去 其实如果你真正的会去做跟独立开发者相关的事情 你会发现啊 就是我们在企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职能的人 比如说大家都是做研发的对吧 那你肯定会有比如说产品经理来帮你分析需求对吧 然后呢你产品开发完会有测试帮你去搞测试测通过了以后呢 他可能会帮你比如说去交给运营同学 运营同学帮你去做产品的推广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事情 你发现这整个上下游呢 其实会有很多人去负责 还有包括你的商务啊 比如说销售啊 他们可能还要去帮你去把这个产品给推广起来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企业运营当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些职位和岗位 那你在企业当中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上下游关系其实是由企业来解决的 其实说 我去招一个人对吧 他帮我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 那你呢就专心做你的开发对吧 你只要把我交给你的这些需求解决了就可以了 后续的这些商务的问题啊 这些销售的问题其实你可以不用管 那这个是企业职工的一个特点 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像独立开发者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点 对吧 首先独立开发者其实没有互助 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老板 独立开发者呢 他往往是为了自己而工作的 比如说 那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我最近在做WP Store 对吧 一个WOT PRICE的一个插件的一个市场 对 那可能这个市场呢 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对吧 那我自己在去做这个项目的开发 这个项目呢 只有一个人 是员工 就是我 然后呢 这个项目呢 也只有一个人是老板 也是我 我自己就是我的老板 对吧 我自己就是我的员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作为独立开发者 你的主观能动性会更强 因为你会知道说 You are the boss 对吧 你就是老板 你做的不好 没得钱赚 对吧 那这点其实是独立开发者 和企业的 有很大的不一样点 就是你其实 不再需要为他人而负责 你唯一需要负责的是 你自己和你自己 所正在做的这些事情 那这个是独立开发者的一个特点 当然 也因为说 你现在就成了老板 对吧 那整个的独立开发者 我们说 以独立开发者为单位 过去我们可能一起为单位 那你如果把独立开发者 作为这样一整个的整体而看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 自己去担负这些盈亏的问题 因为作为个人 对吧 你作为企业的职工的时候呢 企业无论说 我的这个企业是否也营收 我都会给你提供你的工资 去保呢 你可以正常生活下去 无论是这个行情是好是坏 但当你是独立开发者的时候呢 你没有老板 你自己就是老板 那意味着呢 你就成为了那个发工资的人 那无论你的产品做的是好是坏 做的好 那你产品赚了 这些钱都是你的 但如果做的不好 你的产品是亏钱的 那亏的钱也都是你自己的 所以这就是我卫生 独立开发者呢 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做你要做一个产品对吧 那产品谁来做产品的整体的分析呢 就是产品的需求分析啊 原型图啊 一系列的事情 对吧 那这些事呢 其实在企业当中 企业会说 我给你安排一个产品经理 你们跟他配合 你们把这事给做好就行了 但独立开发者的这个状态呢 你大概率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和你来配合的 那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自己去处理 当然不仅仅是产品设计 包括你的产品的运营推广啊 各方面 其实都需要你自己去花这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 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你比如说在中国呢 还有一些税务的问题 比如说啊 那你自己的这个 呃 个人所得税 对吧 你怎么交 然后呢 如果说你还想要给自己上社保 你社保怎么交 你的呃 这个住房公积金怎么交 等等这一系列信息 其实啊 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 就是过去由企业来去解决的问题 现在完全由你自己来解决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啊 独立开发者可能并不一定就像大家想的 就是完全都是那么好 他其实他也有他自己问题 比如说你要自己自负盈亏 对吧 然后呢 虽然说你没有雇主 你自己就是老板 但是那你自己自负盈亏了 它也是一个风险 其实非常高的一个事情 对吧 那这个呢 其实可能和很多人想的 不那么像 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很多时候你想的其实也不是独立开发者 你想要的是一个自由职业 对吧 你希望说 我可以 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的其实是那生活状态 工作状态的 而其次就是你可能是独立开发者 可能是自由职业者 但至少后面两者都可以实现大家想要的比如说这种更加自由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突然以上上面那三个问题我们来去看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呢就又有不同 首先呢 自由职业者他其实是有多个雇主的 因为对于他来说呢 他不固定的为某一个企业去工作 当然他可以固定的为某一个企业工作对吧 但是呢 他也可以不为某一个企业工作 就是他有自己选择雇主的权利 他和这个企业职工是不太一样的 企业职工呢 你们往往签订的是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呢 意味着你们的整个合同呢 是有这个劳动法保障的 你的企业不能随意的把你给开除 当然你也不能随意的跑掉 那自由职业者呢 他们更多追求的说 我希望整个的工作生活上都能更自由 所以呢 他会和企业签订的其实是一个劳务合同 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工作量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同时会有多个雇主 我会同时为多个企业来去工作 当然你可以为多个企业工作 企业也可以随时把你给换掉 这个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一个风险的点 其次呢 就是自贫亏 对吧 那他和 他虽然说可能和这个 自由职业者差距就是说比较大 但是他和这种 企业的这个 企业的职工来讲呢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自负盈亏的点 就是说你在企业内呢 整体来说 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些生活成本 就是你生活成本基本能够在你的工资上去cover的 但是呢 自由职业者呢 因为你的这些生活的盈亏 可能他你可以自己解决 但是如果你的雇主不稳定 对吧 比如说你可能你一个月三十天 你只有十天别人会找你去做事情 三十天别人都不去找你做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呢 剩下这二十天的成本 你就必须自己来去承担 那这一块呢 其实对于很多自由职业者来说 也是一个风险点 包括很多自由职业者 为什么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的时候 会非常大的压力和焦虑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呢 其实他不太明确说我能做哪些事情 以及我能够赚多少钱 这会导致他在整个开始的阶段呢 不停的去做事情 不停的赚钱来去让自己有足够的底钱来去 能够解决 比如说我可能一个月就没有人来找我去做事情 在这解决这种情况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自由职业者的一个点 以及还有就是自己要去处理社会关系和税务 和对开发者一样 对吧 你有一个雇主的时候呢 雇主会说那你给我签个劳动合同 对吧 但是你没有雇主的时候呢 雇主你就就是自由职 这个独立开发者 你就要自己给自己签合同 然后自由职业者呢 你是和多个雇主去合作 然后雇主呢 可能也不会给你去签劳动合同 这种情况 你就必须自己去解决税务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不过一个好处的点 是自由职业者呢 往往他的工作 其实是会给你提供一个基本的对接人的 比如说你是做研发的 那对方呢 一般来说最起码给你配一个产品经理 对吧 他给你提需求 然后你来实现 可能说呢 你需要自己去处理一些税务 然后有些社会关系 不太需要你去做 但是也不排除说 你自己在去 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说 可能对方确实 他的这些 对于行业的理解也好 对于这工作复杂度的理解不够的情况 你可能也要去 自己去处理 比如说UI 或者等于一部分工作 然后就是把这部分的工作呢 包含在你自己的报价里 然后呢 去给他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比较远的 因为他其实 相对我们说就更加的高级一点 就是他会需要你能做更多的事情 总的来说呢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去介绍了说 企业职工也好 独立开发者也好 还有这种自由职业者也好 不同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 就是到底哪一种适合我 对吧 因为各种工作也好 其实各种不同的工种也好 不同的工作也好 其实都有自己的好处和坏处 比如说我们说以企业职工为例 那其实职工的一个很典型的好吃 就是他的各项的成本啊 收入其实由企业来承担的 你作为一个个人 其实你不太需要去担心盈亏的问题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极度的安逸 对吧 当然我们这个假设的前提是 你所在的企业时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对吧 你可能不会说像去年的这种 在线教育直接整个行业被干掉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方向可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你可能可以在这家公司工作很多年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状态 也是大家目前大概率存在的一个状态 然后另外一块呢 就是说 把这个风险各方面都拉到拉满 对吧 我们说把杠杆各方面拉满 那你就是独立开发者 那你需要自己去处理几乎所有的事情 当然这块呢 其实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独立开发者呢 他说的是说 你是一个独立开发者 你还是个个人 但其实本质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独立开发者 他其实就是一个创业公司 唯一不同的就是说呢 这个创业公司可能人比较少 对吧 可能就你一个人 然后你跟人家做所有的事情 但你所做的事情 其实和一个企业在做的事情 没有太大的差距 然后当然呢 还有就是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呢 他是把自由拉高了一点 但是呢 他也不会把风险 向独立开发者拉得那么高 因为总的来说 你其实是位在为某一个 或者某几个企业工作 那只要这些企业的工作是明确的 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的工作也是非常明确的 他算是在从解职工到独立开发之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 从解职工到自由职业者到独立开发者 他的这个风险是依次拉高的 当然你风险拉得越高 你相当的收益呢 其实也会越高 因为你承担了对应的风险 你也提供了对应的价值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好 那我们接收完了这些基本的一些 不同的职业的一些介绍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看下一个话题 就是为什么你从现在开始准备 最近这两年 其实我经常去跟大家去做很多关于独立开发者的分享 就是说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可以现在开始去做一些事情 当然我不觉得说你现在一定要现在 凹印出来说我就要去做独立开发者 因为 就像我昨天的那天公众号去写的嘛 就是说其实你现在自己去做这个事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呢 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去做准备 因为独立开发者这件事呢 你想要做好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他有非常多的工作和事情要去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做 第一个点就是说失败率高这件事 独立开发者呢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你看着说好像他是一个人 对吧 我觉得一个人 然后我是一个独立开发者 但是呢你在做的事情其实和一个创业企业差不太多 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创业企业他在做的事情呢 可能他有更多的钱 更多的人力来去做一件事 而你呢可能只有你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们其实都是在做创业 你们都是要去解决问题 那你的失败率就不可能会比创业公司 对吧 低太多 你们两个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同的失败率上 创业公司的失败率有多高 作为独立开发者 你的失败率同样就有多高 那有了这样一个高失败率的心理准备以后 对吧 那就是你要具体做事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搞技术的人出来创业 其实包括他们做独立开发者也好 还是去做创业也好 有些是我不太看好的点 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商业的理解 其实很基础 这是我们不太去了解 整个商业的运作逻辑 我们也没有见过足够多的商业模式 这会导致我们对于整个商业的 运行的这种规则也好 它的这个运行的机制也好 会不那么了解 那就会导致我们在做事情呢 非常容易的失败 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而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是需要大家花时间去准备的 比如你可能需要去看一些商业公司的案例啊 你需要去看一些商业模式的案例啊 你需要去不断的去看一些和商业有关的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来去提升自己对于说商业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要能够敏感的去抓住一些商机 去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机会 然后基于这些机会去做一些自己能够做 能够去产生价值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都是需要你花时间去准备的 不能说啊 你说我今天就要我辞去做独立开发者 然后呢 我明天开始去读这个商业的书 对吧 当然你可以这么干 但是它会意味着说 你可能在从辞职到你去做 在做独立开发者 到你完全掌握了对商业的理解之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你都是没有收入的 那如果你没有提前准备好的一笔资金 那可能很快你的精神都会陷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状态 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你需要去用时间来去积累各方面的能力 刚才我也说了 其实独立开发者呢 和一个创业公司的差距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大 对吧 大家都是在做事 大家都是要去解决问题 对吧 我们都是自负盈亏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独立开发者想要做成一件事 你需要的其实不仅仅是开发的能力 你会需要非常多方面的能力 它这些能力呢 从涵盖了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对吧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要去开发一个产品 你最起码要有一个产品经理 对吧 有了产品经理 你是不是要有研发人员 你要有这个运营人员 对吧 我们都不说你需要测试啊 还设计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些我都不要 我就要最基本的 研发运营 对吧 研发啊 研发产品 产品研发运营 这三这个大的方向 对吧 有这三方大的方向 产品呢 发现商业的需求 引发呢 把商业的需求所带来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提供更好解决方案 运营呢 把你的这个问题给收理好 然后呢 去提供给更多的人去使用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是说我们可能在 都开发的过程中会用到 会用到的东西 对吧 可能很多人会说 哎呀 我是什么什么开发者 我能不能当成推开发者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事儿 根本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把 全流程的做完 你能不能把商业给理解得更好 因为这个事儿呢 其实原则于我自己对于说我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关注的点 对吧 很多同学可能你的关注点是说 我能够到大厂里面去 然后在大厂里做一些事情 对吧 然后能够一直待在这个企业当中 但对于我来说呢 我知道其实呃 待在大厂里它很好 但对我来说呢 just so so 对 就是我可能会更希望说我能够做一些产品 能够去解决些问题 然后能够去产生价值 那在这种情况下 啊 那我就会需要去积累各方面的能力 对于大家来说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会需要很多时间 OK 那我刚刚也说了 就是你为什么要从现在开始去做准备 对吧 那需要哪些技能 刚刚呢 其实整体来说跟大家去 说了一些简单的 那我们先说产品 对吧 稍等 产品用一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能不能去挡造一个产品 呃 大家可能会说 哎 现在我看了那些产品经理好像也就那样吧 就是他们也就画个原型图嘛 啊 状不作样的和产品和用户 这个搞一波交流 然后回来就给我提各种乱七八糟的需求 然后让我来去做 但实际上来讲呢 产品经理他其实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些 那他包括比如说他可能要去评估 对吧 我们要做一个项目 哪些事情是值得做的 哪些些事情是不值得做的 以及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能不能给用户提供到更好的体验 能不能更好的去解决用户存在的问题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产品经理需要去做的 那当大家成为一个独立开发者 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APP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要去思考说对吧 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 他的问题点是什么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解决 对吧 那你需要把这些能力给准备好 然后呢 你再去 成为真正的凹印出来 就是说我要去做一个独立开发者 对吧 当然你把比如说你把产品分析好了 那下一步呢 其实是做研发的问题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 研发这个部分反而是我最不看重的点 因为搞研发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大家是和计算机打交道 而计算机呢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 你输入一 它就会给你返回一 你输入二 它就会给你返回二 那么只要你能够明确你的输入 你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输出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它充满了确定性 但我们做产品是不确定的 我们做运营是不确定的 我们并不能保证 我们的每一个行为 都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关注到说 对吧 我能不能去 做好一个 就是搞完一个产品 其实没那么重要 对吧 很多时候你可能说 我看到某一个项目 什么很牛逼 对吧 但是呢 你仔细去研究一下说 这哥们技术怎么做的这么拉 因为这个事儿 不那么重要 绝大多数人对于技术的诉求 它其实是够用就行 就像我前几天在 在我的公众号里面 那篇文章吐槽的就是 那个项目呢 在一开始 它就选择了上Cubernetes 对吧 Cubernetes是搞东西 对吧 就搞运营生 各方面的 其实可能大家平时看公众号文章 也没少看 但是呢 我当然我就说 我说 你这个项目 还没有正式上线运营 没什么客户的情况下 你就去搞Cubernetes 纯粹是被技术罗号和大厂给忽悠去 因为你的业务规模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等你的业务真的需要这样规模的东西以后 你再上Cubernetes完全来得及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才我也提了 我说我其实对于技术 你是什么技术 没那么关注 因为大家都是搞研发的 你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你搞后端 或者你现在搞前端 对吧 然后你说 想了想 还是搞移动端的这个iOS的app 或者Android的app最好 那我可以你可能花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有你现在这个语言的基础 现在开发的经验的 作为这些保底 你去学一本变成语言 没有你想着那么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研发这块反而是我最不看重的 当然除了研发以外就是运营 运营这块对于大家来说 挺重要的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碰过很多的这个iOS 就是大家其实会发现 自己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不是说我不能把产品搞出来 也不是说我不能够去分析产品的市场需求 而是不懂运营 运营这个事呢 它是把你的产品和你的用户更好的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过去我们说酒香不发相子深 但现在这个时代呢 酒香也发相子深 所以你呢就需要去掌握一定的运营技巧和能力 来帮助你的用户更好的去找到你的产品 更好的去使用你的产品 从而让你的产品可以被很多人所知 你从中呢去获取更多的收益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去花时间去掌握的 运营呢 我成本没人比例 就是说产品和研发呢 就是100万前面的那个1 就是那个1 它是多少 而运营就是100万后面的那个0 你到底是10 还是100 还是1000 还是1万 取决于你这个运营有多牛逼 对吧 你这个产品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之上 你也提供了非常好的运营能力 能够让你这个产品呢 爆发出难以想象的能量 如果你的产品非常好 但运营非常拉垮 同样的也会让你这个产品 看起来像这么回事 但你真正去评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怎么所有人都在 就在逃离这样的一个产品 或者说大家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这些都是有可能遇见的 而这些东西其实对大家来说 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练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回到就是我们前面主题 刚才其实我说了失败率很高 对吧 那你会发现 如果一个事情失败率很高 又需要很多的能力 那一定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现在呢 我可能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应该从现在开始准备 我现在呢 去慢慢做一些这些事情 然后呢 逐渐的让我能够去达到这样的目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 主题一方面的叫长龙漫漫 对吧 因为这个路径确实很长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放说 为什么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准备 因为你可能从现在开始准备 到你真正能够说 依靠独立开发 离开你现在的企业 去过上一个更加自由的生活 可能这个中间的时间的差距 会是三到四年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不开始准备 你等到比如说某一天 你说我突然被裁员了时候 我再去思考说 我要不要成为一个独立开发者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做准备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到这里主题的内容 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 然后我也可以看一下 刷一下大家的问题 哎呀好 看到大家问题了 来开始给大家解答问题 让我开一个文本框 来帮大家记录一下这些问题 点进来 好首先第一个同学说对吧 独立开发者对于能力的要求太高了 这个事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独立开发者呢 就是我刚啊 这里我也不打字了 我就直接跟大家去聊吧 就是独立开发者呢 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 其实你会发现 它其实非常的像 一个企业对吧 你去做一个产品 然后你要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你要告诉你的用户说 我这个产品非常的好 你快来使用我的产品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非常综合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刚我在里面 其实也给大家建 就是你可能不是 不一定适合独立开发者 或者说你想要成为独立开发者 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当你把这些能力做的差不多了 OK了 然后你再全职出来去做独立开发 那在你没有准备的OK之前 你可以先以兼职或者业余的时间 去打造一些产品 你真正的去体会一下说 我去打造一个产品 我把这个产品推广起来 我去让这个产品产生收益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 可能你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头一年 没什么收益 对吧 第二年呢 可能好像有那么几个用户开始给你买你的东西 然后你觉得说好像还有点意思 然后慢慢的它你才会累积起来 因为作为独立开发者 你和企业很 你和很多创业企业不一样 点是你没有钱去做这种大规模的增长 那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只能慢慢来 但是呢 慢也有慢的好处 只是当你的资源不足的情况 你就可以认真地去思考 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同学问到说 要不要注册公司 是吧 就在公司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觉得 觉得啊 就是公司这个事不一定要注册 他其实看场景 比如说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注册 比如说 你要纳税 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要社保 你要发票 对吧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这里面 比如说你可能你现在的产品 对吧 你需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但是你发现说 我现在我的产品其实收益不是很高 比如说我一个月就能赚十块钱 然后我自己一发研究说 我注册公司我请一块几年都好几千块钱 那这种情况很显然就没有必要 然后呢 而上面的这三者呢 其实你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纳税呢 你可以搜比如什么五一社保啊 对吧 对对 个人所得税其实你可以自己交的 然后社保这块是五一社保 然后如果你要开发票你可以在微信搜 你可以搜我的名字 然后有个通名公众号里面搜发票 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呢有一篇专门是有一篇文章来告诉大家 作为独立开发者也好 自由职业者也好 你作为一个个人怎么给大家去 开发票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然后第三个点 不同的领域上的这个开发者有什么太大区别 然后这块其实是这样的 作为国内这块呢 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收款这个环节上 就是国内其实你会你仔细想一下 就是假设你要做自动化的 如果我不需要人清醒 我就能够去从用户这边拿钱 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 对吧 你比如说你想微信支付 哎好像要企业支付 对吧 要企业账号 对吧 然后我要去这个做支付宝支付 是不是也要企业账号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他决定了你能怎么向用户去收钱 包括这个呢 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国内的独立开发者 很多时候都是应用的 就是移动端的IOS的开发者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在IOS当中呢 它的系统的IIP的机制给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收款的一个功能 这意味着你可以不需要注册一个企业 你就可以从用户身上去收钱 所以呢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国内独立开发者 以后IOS的工程师比较多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OK 然后那录像这块会有录像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产品的收益这块 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明 这块是这样的 如果你把独立开发者这件事当做一个兼职来做 我觉得你去看广告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呢 说句实话 广告这个价格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指标 因为呢 它就像你在个人的博客上去挂一个 Google的Adsense的一样 就是你发现不同的人 不同的网站 它的网站的单次点击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呢 他的网站可能主要面向的是海外的游客 那你就发现他的单次点击特别高 然后呢 有些时候你发现 你的博客可能面向的都是国内的用户 你的单次的点击 其实就不是特别的高 这些其实都是大家会在 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些问题 而且从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讲 我其实不是太推荐大家去做广告的这个模式 因为广告这个模式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你 你需要流量 对吧 你比如说你看你有一万日活 那你做到一万日活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对吧 你做一万DAU这个事并不简单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事 需要买流量 那你就会发现 你买过大公司和创业公司 大公司有钱 他们可以疯狂的买流量 创业公司呢 他们也可以买流量 只是说他们可能不会买那么多 但他们都比你有钱他们都可以买的比你更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个人其实不是太建议大家 就是说你做兼职的情况 我觉得合理 对吧 你就用这种广告的模式去做是OK的 但如果你想要长期做包 你想全职做 那广告这个模式 不是不是太好 比较出色的案例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模式 我等等 我想想 刚才还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消息 刚好还有一个消息 我刷一下 好 再上吧 OK 看看啊 OK 那好 产品案例 我们先说产品案例 产品案例的话 我自己建的比较多的 有几个吧 第一个呢 是 LS端的 比如说熊猫吃短信 然后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安卓的前进 然后外部端呢 其实有一个叫 其实大家技术站不一样 我觉得这块还好 因为 关键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解决普通的问题 你需要的技术站就是不一样 有些问题呢 你就可能 比如说用IOS会比较好 用安卓比较好 然后有些问题呢 你在外部上 它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 看你自己的情况 对 就是你的问题 到底就是用什么方案来解决 会比较好的 那就是什么方案 然后就说 独立开发者的这个 合伙人的问题 合伙人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 你当然可以去找合伙人 一起去做 但是呢 作为独立开发者 你可能很难在前期 去给你的合伙人去 汉老宝收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一定能找到 一个合适的合伙人 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这一块呢 也是包括我们会发现 就是独立开发者和初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初创企业因为他们手上可以拿到一笔钱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可以去拿这笔钱去招募到合适的人 而你做开发者呢 其实你很难给别人一个制定的钱 你只能说 我给你承诺 在未来的时间的某一个节点 对吧 我给你去怎么样去分成 但是对方信不信 那就是对方的事了 所以说 可以有 但能不能有取决你自己 海外的remote开发 海外remote开发 比如说什么 upwork 然后 这些其实都是自由职业的 然后远程相关呢 其实要看你自己的行业 因为远程工作和自由职业又不一样 自由职业呢 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杂活 然后呢 你可以上upwork 或者philenser.com这些网站 去找这种比较多的杂活来解决 但是你作为这种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想要的是一个远程工作 你希望是为某一家公司去工作 只是说这个工作的状态是远程的 那可能你就要根据这个行业自己去找了 我再刷新一下 它没有自动刷新是比较难的 然后说技术战这个事吧 技术战这个事啊 它其实和上面的这个产品方案其实很接近 就是说取决于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是prpgsgo long和python这几门语言是毁用的 就是我解决不同的问题会使用不同的技术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上会用这个我就用它 然后如果不用它我就会选择一个更合适的 然后在移动端的话 我基本上这些swift 因为我自己只用只用那个 我因为我自己只用iphone 所以说我只学swift 我不太学那个cotlin和java 因为我做的东西 基本上我自己只有我自己会用 或者说至少是我自己先用起来的 如果我自己不用的东西 我大概率就不会考虑去做 第九就是说 怎么说呢 那首先先要更正一个观点就是 独立开发者没有甲方 对吧 独立开发者你是没有雇主的 你说的这种接活是自由职业 或者我们说在技术行业 这叫外包对吧 但它其实是自由职业的一个方向 那在这种情况 其实是看这个项目的 就是这个项目它需要的技术更高 那你就需要有相同的基础 但如果这个项目就是说 你能做一个简单的活就行 那其实也够 你比如说我自己大学的时候 我就接过那种 外包的愿违的工作 那会儿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牛逼 对吧 那会儿技术也是有限的 但是呢 它确实可以给你带来一部分的收入 所以这个事其实是看情况的 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如果你的甲方需要一套牛逼的 那个技术 那你就必须去做 但是这块我觉得你要改成这个职业 因为两者的它的关键词不一样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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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还有机会吗 答案一定是有机会的 大家的诉求远没有那么早的被解决 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需求 能够被大家去解决 唯一需要的就是 你需要把这个事能够做好 就是独立开发者这个事 它就是一个很长周期的事情 你需要抓住某一个点 在这个点上不停的去做很深的研究 然后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 去解决用户的问题 你关注的其实不是客户端还有没有机会 你应该关注的是 人还有问题吗 大家是否还在提问 如果大家还在提问 那客户端就依旧还有机会 当大家都不再提问 大家的所有的需求都被解决了时候 那个时候 客户端也好 服务端也好 前端也好 大家都没有机会 只要需求还没有被解决 我们就始终还有机会 先做iOS还是先做跨端 那我告诉你一定是先做iOS 就是跨端方呢 他有他自己优势 也有他自己的劣势 对于独立开发者而言 你需要是服务更好的 应该说是更好的去服务你的用户 而不是服务更多的用户 就是你服务更多的用户呢 他固然说 我的这个总量是不是好像可以更高一点 对吧 但是呢 从 你真正去评估收益上来看 可能你先把现有的用户服务更好 然后呢 让他们对你的产品满意 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扩大用户量 会更好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提升你的整个用户的一个 转化的一个转化率 而不是说让你的用户不断的在进来 在流失 在进来 在流失 然后独立开发者如何运营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自己公众号 在我公众号里面呢 有一篇文章叫 我在腾讯学的运营的知识 我觉得那篇文章呢 基本上就可以解释 所有我认为作为独立开发者而言 你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运营的这样一些理念 当你把这些理念去理解以后 对吧 那剩下的其实都是一些手段 你拿着这些手段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 特别是当那个时候 你再去看 现在的很多的运营活动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在独立开发的这个方面 有很多软件其实都是独立开发者的模范 其实反而我会觉得 小火箭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点子 原因在于说 小火箭它其实在和政策在做对抗 无论我们说这个政策是好是坏 但你在做一个有风险的事情 本身对于你这个独立开发的生涯来 而言都不算一个太好的事情 它可能随时会把你自己一下拍到深渊里 所以说我其实还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干 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问 然后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对吧 我会时不时的分享一些 和独立开发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或者是一些 我觉得不错的文章 那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我觉得大家读了 可能会有帮助的内容 对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稍后就准备停止直播了 爬中业务风险是非常大 爬中业务没少抓人 但凡是搞爬虫的卖数据的 涉及到说这种对互联网信息 互联网信息系统进行相关渗透工作的 都会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所以这块你要自己去评估 这件事是否值得去做 是否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就准备关直播咯 好的 那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要提问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对于独立开发者有更多的想法 或者是 OK 有一个问题了 说独立开发者用flutter或者是java怎么样 如果你这两门技术已经掌握了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 你核心一定要关注一个点 就是用户想要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某一个技术方案 他要解决问题 至于这个技术能不能解决问题 对吧 或者说你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 对用户来说呢 其实不太关注 用户不太在乎你是不是用flutter 他只在乎你有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用户也不会说你用java我就不愿意用 他只会关注java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说你要关注的是用户的诉求有没有被解决 而不是说用什么技术程 独立开发者做小程序的风口 我觉得倒也没有说做错过去这个事 没有说过去这个事 只是说独立开发者就是说你做小程序呢 他有他自己的问题 就是因为小程序呢不能做虚拟收款 就是如果你不能解决收款这个问题呢 你大概率只能做流量 但是流量这个东西呢 就我还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问题 流量这个东西 它是会掉的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做一些运营的动作 去把你的流量拉起来 除非你有一些很特定的一些点 比如说抽奖助手 对吧 他这个名字 就会让大家一搜的时候 就是一定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这样情况下 他的流量是OK的 但是对于你个人而言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好的点 他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点 因为你可能没办法解决收款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点 最重要的是你解决不了收款的问题 如果你能把收款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他的风口依然存在 或者说呢 对于大家来说 可以考虑用读这种小程序 来去做一个前期的验证 就是我要去验证 用户的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用户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帮助他去解决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小程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因为他可以很方便的开发 很方便的推广 算法这个事 我觉得反而不一定 就是 如果你做的事情需要算法 那你就需要算法 你比如说我最近我在研究 给我自己用的一个 这种信息减速工具 然后我就在研究NLP 这个东西其实只是看诉求 如果你诉求到了 你肯定也会用得到的 对大家有问题 可以提问 是这样的 就是设计这块 其实是很多独立开发者都会去面临这个问题 反而呢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来去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去看 其实是说 感觉是UI这个事儿 我们要去分开几件事儿 第一 好不好看 第二 能不能看 从作为开发者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这样的角度 我们大概率呢 只能做到说 这个东西能看 我们不求好看 我们只求能看 如果你想要好看的 大概率 你是需要去找到一些专业的设计师 来去做这个事儿 对吧 你需要一些专业的设计师来帮助你去 把它设计的非常好看 但至少对于大家来说 如果你想做到能看 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帮助的 比如说呢 在那个 图灵有一本书叫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这本书呢 其实它讲的是很多这种理论 啊 不对 我这就有 刚好 你看 我这就有这本书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这本书呢 是我推荐 就是如果你觉得 你 设计不 你没办法把产品设计的 UI这块设计的不好看 那我觉得你应该看这本书 它至少把你的书 它能 它能帮助你把你的产品 从 啊 这边的 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 或者说信息没有密度的东西 是调整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里面讲了很多设计上的一些 基本的规范 这本书呢 我觉得 如果你去 对UI这块很头疼 这个东西是你应该基本看一下的 就是你看一下 它会对于你对整个设计的理解 还有你这个产品的美丑 会有个最基本的想法 然后呢 你再去配合一些现成的UI的框架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Botstrap 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 它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场景 然后你可以借助这些现有的样式的酷 来去做成你自己的UI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 就是你要解决能不能看 高不高效 简单清爽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说 哎呀我要做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牛逼 对吧 别人一看就说 哎呦这个界面真好看 那个确实 我自己也承认我做出来 那种东西呢 你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会来做 会更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要先去评看 你是要好不好看 还是能不能看 然后学算法这个事吧 看你自己的速度 因为算法这些东西 其实不太重要 有数据实话 就是算法这东西 你就用到才种 你比如说我这手边也有算法书 但是数据实话 我不太看 你看这本还是那个 小辉签名的书 小辉送给我们Linux中国的一个文签名的书 但是我自己没有他去看 然后高频发的框架 这个我没办法给你做介绍 因为从我自己的这些经验也好 还是说我自己的一些技术观点也好 我不太care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在技术这边的一贯的观点是说 你的业务到什么量级 你就用什么样量级的技术 你用户还没几个人 你就上Copernetis 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然后你早早的说 我就是要上一个很牛逼的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严重的拖垮了 这个产品上线的周期 我觉得这个技术也是一个错误的选行 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不一定 就是说技术方案 这个东西 你如果真的需要 在你对应的语言领域里面去搜 对吧 常见的大概率就是那几种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偏差